多谢大家收看MAN哥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陆发展 再创一片天空 多谢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在番禺区天河城 天河城不只是广州才有 因为现在番禺城是广州重点打造最新的城市 原来在全国创新城市排名是第7位 高科技排名城市是第13位 而在番禺区 我们有个广州南站的地铁站 MAN哥经常搭 我就奇怪 为什么广州南站平时每天都这么多人 原来广州南站是全国 最吞吐量和人均每日平均是75万 是全国第一位 在广州南站 我们如果搭高铁和火车 去全国的主要城市 半天都可以去到 由番禺区南站去香港 都是只需要46分钟而已 所以现在番禺区 已经成为一个 重点打造的城市地区 当这里就很多优质量的 配套 城市环境 你看整个商场 都好像去了未来的地方 等一会儿我们就会去 潘雨一个大学城 这个大学城里面有多间大学去造成 在潘雨里面占一个很大面积的地方 我们等一会儿就会过去带给大家去看看 哈啰 大家好 明哥来到这个 广州潘雨的大学城 这里的大学城 整个地区很大 它包括有12间大学 或者高等学府 在这个区域里面 明哥来到 也因为太大了 我平时也不踩单车的 今天就租了一辆哈佬 单车去踩一踩 这个单车非常方便 我们用微信 不是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 一个半 一个半可以踩半个小时的 是的 后面的你看到了 广东药科大学体育馆 这里整个区域周围都是大学和大学的私生宿舍 这里总括有20万的大学生和私生 在这个大学城这个区域里面 居住和读书的 我们看到现在国内 真是四围都很需要人才 尤其是一些高等教育的人才 跟香港不同 香港那些 真是他们只懂得玩政治和玩斗争 我们看到前两天有一宗新闻 今早上屈小姐也有说过 就是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之前的学生会会长 周树峰这位先生 之前他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在2019年 在中文大学里面出了名 周围骂我们内地的同胞的学生 叫做资拿人资拿人 我们看到他搞乱了香港这两年 就是毕业了 出来工作了 有国安法之下他做议员助理当中他就已经收口了 已经再没有以前那么突出走出来骂我们中国的内地同胞 然后呢 最近他发生什么事呢 就说叫那些手足原谅他的软弱 因为他在一个月前三月二十五号呢 已经是移居了去加拿大 是的 他说北美 又说他在英女皇陛下的国土里面 你浪费啦 现在北美加拿大不是英国管治的了 你在这里认英国女皇 认外国做你的主子 你这些摆明是黄皮肤的汉奸走狗卖过茶 Mang的身平最不似 就是你这些人 当年你在这里骂我们中国的同胞的时候 我真是很想找你 找你出来跟你对峙一下 你又是香港人 我又是香港人 我不知道你来到香港多久 你这些所谓香港人 收外国的钱 认英女皇做你的陛下 来搞乱香港 破坏香港 见到我们真是中国人的同胞 你走来骂他们 骂走他们 你这些不正是正式 影衰香港人 当有事了 那些手足又去黎芝国那里蹲 你第一时间什么 结完婚 带老婆走老去加拿大 想着在那里 什么 那些手足 个个都不似于你 所以你不要想着去到外国 骂骂快活 你说离开你最喜欢的地方香港 你喜欢的就不会离开 所以我最恨这些人 搞乱了香港 你就回去了加拿大 你真的不要再回来 我觉得回来 迟些你就要找回负责任 当时没有国安法 你说话 真的没可以 你说一些侮辱国家 分裂国家的东西 都没可以抓到你 但是现在有了港区国安法 你这些侮辱或分裂国家 或者支持外国人去搞乱香港 那些人 迟早很快就有你的报应 和有你的下场了 监狱等你见了 Hello 大家好 我看到我后面就是孙中山的铜像 这里也叫中山公园 孙中山先生就是我们国父 他推翻了二千多年的中国的帝制统治 他在1924年6月在黄埔这个地区 就成立了一个黄埔军校 就培养了很多 即是杰出 以前在打日本製抗战的时候 培训了很多军官 中国的军官 今天我们来到参观中山公园 转头我们又参观 一个辛亥革命的纪念馆 转头再带大家看看 Hello 大家好 Man哥来到这里后面就是辛亥革命纪念馆 打算进去参观一下 原来这里又是星期一又是幽馆 那没办法了 他们叫我们五一黄金周的时候来 每天都开的 你看看后面多大多漂亮多宏伟 由于现在都差不多近五一黄金周 我看马路两边全部都插了中国的旗 这里其实很好的整个文化气息 规划也好 整个城市整个园景都有绿化 你看看外面条河的赛道 这里应该以前在亚洲运动会的时候 亚洲运动会的时候 这里是一条蛙艇的赛航跑道 所以外面是弄了一些不同的设备 让你去运动员可以练蛙艇 你看到现在的中国旗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香港 去年我们热心的市民 四围插了我们的中国旗 打算庆祝十一国庆 我们的食环处处长就很快 即日当晚已经清晰了 但是那些年龙牆 一年半载都没有人去清 反而我们这些香港的食环处处长 又有得连升两级 所以现在香港 我觉得没有了一个爱国的情分 和一个国家的观念 我觉得香港 这个东西才是最离谱 没办法 香港被这些殖民地时代 被人统治了这么多年 被人洗脑了这么多年 这两三代人都不会清醒的了 希望我们再下下下两代人 希望未来的特首 中央就会加多些外国教育 国民教育 令到我们一般的中国香港人 更加认识我们祖国 哈啰 来到这里就是长洲岛都市公园 农业公园 这里好资了1.2亿元打造的 是一个科技领域 是一个站心的管理模式 附近真的很大 这里有些菜苗 方便游人游客来到这里 体验一下农业的生活 也有些亲子游戏 亲子滑渡 这个假日 我相信很多游客来这里 体验一下 如何耕种 如何重视我们传统的农业 我明哥来了这里 刚才看到广州大学 沿途我今天用了三个小时 去围堵踩一转 这里是非常大 和非常漂亮 沿途经过了差不多 有很多八九间大学 在面前我也是拍照打过卡 看到这里整个规划 建设 都是很环保 这里四围 真的很大 当中也有两个地铁站 可以进来这十几间大学 所以你说这里的人才 非常鼎盛 广州 广州 一流 明哥刚才去完 这个 潘虞大学城 踩了三个多小时的单车 也很划算 四个半 就可以踩到几个小时 同时 今晚我们来到 潘虞的天鹤城 来到这间 泰尔酸菜鱼 超级好吃的酸菜鱼 我们过来 发现 食物很精致 叫了一个 红猫啤酒 蜜糖啤酒 试一下味道 哇 清甜 有啤酒味 但是这些甜味 有些蜜糖在里面 都很好吃 而且我看到这里 都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可以 求签一下 求签写的东西 都挺有趣的 可以啊 好 试一下 好 看看今天会不会大吉 咦 走 哦 真是大吉啊 大吉 他说 只指一旋 你此心 已经注定是暴富的了 好 我相信 Man哥回来大湾区 微感就是 以我们这些 爱国者 先走的 我们一定可以令到我们人生更加成功的 加油 多谢大家收睇Man哥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陆发展 再创一片天空 多谢